瀏覓監語 你先介紹自己好嗎 好啊,我叫黃永忠,Andrew Wong 我在消防界做了42年 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服務過 現在就是我開一間自己的負責公司 專門負責解答消防安全的問題 最近在多人多周邊地區 有一些公司 他們在工業單位中加建了舞台 設立了一些Flexible seating 即是有座位 有些非正式的演唱會 或者音樂會 其實這一類的東西會不會符合 比如建築碼或者火車碼的東西 如果這個業主 是有真正根據建築條例去做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留意 因為你用一個商業的樓宇 將它改了做一個公眾場所的話 就是一個改例叫做用途的改變 這樣根據本地的法例 即是安省的法例 就應該申請一個改變用途的建築規模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一個由商業改了做公眾場合的時候 有很多消防和人身安全的措施 是要根據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去做好它 例如出路不夠 你要多加一些出路 緊急的照明不夠 你就要加一些緊急照明燈 或者看你人數多與少 你就要加一個消防的火警系統 之類之類 所以一個正式的生意人 一個業主 他應該留意到 經常所做的事情 都是要合法的 即是合乎 Building Code Fire Code 的要求 除此之外 譬如說在演唱會或者舞會舉行期間 譬如說有些觀眾覺得很熱 或者有些之類的事情 有什麼其他事情還要注意呢 因為如果你人數多的話 那個空調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建築條例規定了這個空氣的質素 是要令到每一個在這間屋裏面的人 都是感覺到舒服的 所以很多時候即使入職的時候 本地的建築署 那個我們叫Planet Seminar 就是批職的同事 他第一件事就會要求 一個所謂Heat Loss和Heat Gain 就是那個熱力分佈 以及那個補充 那個空氣的補充 那些數據一定要在手 來決定你那個樓宇的空調系統 那個能量有多少 是否符合你那個人數的要求呢 因為你只有12個人在裏面工作 還有你有200個人在裏面玩的 那就是很不同的 但是對付出了 這個程度可以用來做 最終的 你不符合你 不符合你 可以選擇 你不符合你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你不符合你